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国军恢复一年义务役 最高检说了 暴行抗命的军纪案件 妥数办理 并且要从重量刑 我不知道你最高检察署 你说出这个是要捍卫什么 我不懂 因为我们陆海空军刑法 一直在那边 请问今天军人犯法 他有分义务役跟志愿役吗 没有 你也知道没有 那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说 国军恢复一年义务役 然后暴行抗命的军纪案件 你就要从重量刑 所以志愿役不用从重量刑的意思吗 我只知道所有军人犯法 就按照陆海空军刑法 来给他判刑 我不知道你最高属 最高检 你说出这样的话 到底是要干嘛 我们国军一直都有相关的刑法 来约制他 那有陆海空军刑法 约制 是被你的法院搞坏的吗 不是我们国军自己 让自己的陆海空军刑法 没有办法好好落实在所有人身上 是你法官判案的时候都轻轻放下吗 明明有陆海空军刑法 你都没有按照相关的依据 里面相关的这个刑责来判刑 违反长官部署职责罪 去年发生了多少案件 你判了什么 违反长官部署职责罪很重 你判了什么 我们说花莲的女宪兵 干掉她的执行官中士班长 结果呢 你判了什么 你判了罚金一万块 我去你的罚金一万块 所以我们的这种暴行 或者是抗命案 不是军中不要处理 是你法官把他弄烂了 我问你啦 今天一个兵 对他的班长干掉三字经 暴行犯上 军纪案件抗命 人家班长叫他自强 他不要自强干掉他 结果你判一万块罚金 请问 你让我们的陆海空军刑法 在那边有何屁用 没有屁用 这个早就要判三年图勤了 抓进去关嘛 让这个兵知道 原来我这样干掉执行官是不对的 我暴行犯上是不对的 结果你不是 你判他罚金一万块 我去你的一万块 国军的军纪 国军长官跟部署之间的关系 都是被你法官搞烂的 我每次讲到我这个都很生气 因为我当干部很长的时间 官就是官 兵就不是兵 下属就是下属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用规定 用罚则来捍卫住的嘛 你今天 人家这个下面的这个 一个阿兵哥 干掉中士班长 你罚他一万块 我问你啦 下次 哪一个兵想要干掉班长 他就丢一万块出来 我要干掉班长 你觉得 这种风气可以持续下去吗 我一万块就可以干掉一个班长了 我管你是什么班长 上士班长 中士班长 我就是干掉你一万块在这里开始干掉 是这样吗 那我问你 如果今天这个案子 法官直接判这个兵 一年徒刑 进去关 我问你啊 其他人敢在干掉班长吗 不敢 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入海空军刑法 就是被你这些法官 烂法官给捣烂的嘛 当然那跟你检察署没关系啦 不过 你检察署还是有建议权嘛 建议法官要怎么做 是他最后会不会这样做嘛 所以我不知道你 最高检察署在这个时间点 你提出来说 以后的一年EUE 这个暴行或是抗命 或者是一些军纪案件 都要重重量刑 我问你啦 自愿意义都不用吗 自愿意义跟EUE 都是用我们入海空军刑法 去约制他们 是不是 那我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跳出来 你永何屁用 你还不如把以前的案件拿出来 好好在审理翻案看看吧 是不是 或者是从现在开始 你高检署 你就要跟其他法院的法官 判到军事案例 就是直接用这个入海空军刑法 你不要再掺杂什么 以一般民众的眼光啦 我去你的一种民众眼光 人家是军人耶 人家可以拿武器的 对不对 如果你把军纪败坏下去之后 我跟你讲 他哪一天都拿出一把枪来扫射了 会不会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为什么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你要这个严肃国军的军纪 其实很简单 真的就是 重罚 真的就严肃国军军纪 所以就维护国军的军纪 这个就是我常常一直讲 就是说 现在啊 我们这种长官啊 跟部署啊 为什么部署常常会有一些 不管是言语 甚至是暴力的倾向 对待上官 就是他根本觉得 这罚则太轻了嘛 就像我刚才讲到一万块 好哦 我一万块 我就说他干掉你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啊 但是你 你法官判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呢 更好笑的是这个 这个宪兵的女兵呢 还跟反而说 他没有钱 可不可以分歧副官 我去你的 那就是要逃避嘛 所以你既然法官 你还真的让他 这个罚一万块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很多案例 我就是在这里不多做罪述 都是那些恐龙法官 判的那个判决 真的让我想要掉眼泪 我真的觉得那个干部很可怜 被欺负了 无处伸张 还要被羞辱 你觉得那一万块可以骂他 这是不是对他 国家赋予他的官阶的一个羞辱 当然是羞辱 这个原因从何而来 从你这些法官 不懂陆海空军刑法而来 所以呢判决出来 让人家提笑皆非啊 觉得非常的可恶啊 我都常常讲说 我不知道你法官有没有当过别人 你知道军纪的重要 你不能任由人家随便讲两句 你就把军中的一些案例 跟一般民间的案例相做结合 那我要你陆海空军刑法就要干嘛 你不如把陆海空军刑法灭 把它这个去除 把它废止 直接用刑法 我们一般的刑法就好了 不用陆海空军刑法 你用一般的刑法就好 既然陆海空军刑法它存在 就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你就要用陆海空军刑法去判案 你不是用一般你自己的想法 那我就讲了 那陆海空军刑法到底要干屁啊 没有用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出来那个案例 如果我们这个原来的军事的法院还在的话 我跟你讲绝对不会是那样子 怎么一万块 吃死啊一万块进去关三年了 我之前有一个士兵 也是因为女朋友欠了信用卡的费用 所以有一次休假 就直接当街就抢劫了 就抢劫了 直接就抓去关了 六甲军监了 屁话那么多 你军人你抢劫这还用讲啊 陆海空军刑法嘛 窃盗抢夺罪吧 直接抓去关了嘛 我跟你讲 现在军人在外面抢劫 或许不会去抓去关哦 或许是判他三年缓刑两年哦 所以你军中没有纪律 就是你这些法官 间接让军中变成没有纪律的 所以我觉得问题最大的 是你这些法官啊 你不用跟我讲什么 以后抗命罪啦 以后暴行犯上啦 你会重重量刑 我完全不相信啊 因为从以前 这个案例看下来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 重重量刑的地方啊 你也不用跟我特别强调 要重重量刑 因为我们都是军人 我们都适用陆海空军刑法 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义务役 特别强调说要重重量刑 是要弄义务役的意思吗 要让义务役非常遵守军纪吗 那所以志愿役的士兵 或者是士官 甚至于军官 都不用遵守军纪吗 你是要跟我讲这个吗 所以我觉得最高检出来 放这个屁啊 毫无用处 真的是毫无用处啊 是不是 你不用因为义务役要出来 就故意说了这些话 可能国防部跟这个立委说明的时候 可能说军纪案件会产生很多 那都是你法院的问题嘛 你如果法院在之前几年 还没有义务役一年的时候 都一直砍人有没有 跟杠教班长一年徒刑 杠教班长一年徒刑 打班长三年徒刑 我跟你讲 还要重重量刑啊 一乎一进来怕的要死啊 我骂班长就要冠一年哦 没有人敢骂班长啊 所以都是你这法官的问题嘛 是不是 法官的这么多 有关报刑犯上的这么多案例里面 说真的啦 真的只有去年或前年那个案子 我稍微能接受了 一个两都六旅的一个新兵 在开训的时候 对他的联级干部出言不逊嘛 直接关一年嘛 这个我就能拍手叫好啊 是不是 那你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是阿兹巴拉的烂案子 就恐龙法官在线啊 那我没办法接受啊 所以军纪败坏 除了我们管教问题之外 或者是我们长官的问题之外 其他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法官乱判案 以至于我们这个军纪案件 才会成出不朽 就是你法官的错 我在我的影片里面 有很多案例哦 都有举到你法官很多的错误 你都不愿意承认而已啊 不然你把我的这个 两六九旅黄信中卫案的案子 随便拿一个出来啊 我就举两六九旅黄信中卫案 因为黄信中卫案 疑点最多 你看一看 你看一下我所调列式的十个问题 你有办法回答我的 我就跟你说一声 你是法官 法官好 不然你就是屁 你就是恐龙 你看一下我所列的十点 更不要说红重秋暗 你去看我红重秋暗 还分上下两集哦 你去看一下我上集是怎么写的 你就知道你法官多么渺小 你就知道部队出现多么多多的问题 所以啊 不用说什么义务语 你才一定要从重量刑 所有的军人都是军人 他都是符合陆海空军刑罚的规范 刚判重就要判重 只有情则越重 才能杜绝他们的这个违法失序的行为再生 就像我刚才讲了 你干给我一个班长 关一年 我问你啦 以后还有人敢干给我班长吗 没有啦 我问你谁敢干给班长三个字五个字 结果自己要去管一年 谁敢再骂班长 没有人敢骂班长 就是因为你法官烂恐龙 判的那个案子不能看 你看现在很多阿兵哥还干给班长的 有没有 有啊 是不是 今天这个班长再怎么烂 你就不能干掉他 因为他是你的上官 但是我们现在部队没有这个观念 班长那么烂我干掉他 连长搞不好还说 你班长要这个本职权能要加强 你看我们的干部都烂成这样 更不要说法官了 所以啊 我觉得 希望啊 不是义务语 也一样 所有全国军的人员 我们的法官在判案的时候 一定要用陆海空军刑法 而且最严重的方式来做判案 因为他是军人 他不是平民 希望我们的法官能加油一下 拜托加油加油 不要再乱判案 不要再当国军的恐龙 加油 这个是第三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